为了降低疫情扩散 避免人员交叉感染 工研院研发出主动式 紫外光表面杀菌电梯按钮 当手指触控时 按键表面就会形成 如同防护膜般的杀菌效果 而热项技术 日前也在花莲施工所 及花莲县议员魏嘉贤的引荐下 以工艺的方式 引入花莲必师大教养院 希望能保护院生 以及住民的健康 同时也降低清洁人力的成本 为了降低疫情扩散 避免人员交叉感染 工研院研发出主动式 紫外光表面杀菌电梯按钮 当手指触控时 按键表面就会形成 如同防护膜般的杀菌效果 杀菌抑制率达99.9% 而这项技术 目前也在花莲市工所 及花莲县议员魏嘉贤的引荐下 以工艺的方式导入花莲必师大教养院 可是你们是要帮我们安闯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因为我们在这里有100多个学生 还有通工70多位 所以电梯车刚刚已经说过了 每一天每一天有到的 每一天每一个人按的地方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放心 就是一定很安全很威慎 相较于传统紫外光杀菌 具有相当风险 容易在无法察觉下 对眼睛造成严重伤害 而工研院的这项技术 也是目前市面上 唯一拥有杀菌功能与安全性验证的产品 不需要改变电梯使用习惯 就能兼具防疫效果与安全 那这一次是因为 我一直都跟工研院以前 我在工读生的时候 长官一直有在联系 他们跟我提到有一个这个计划 希望让院内的技术 除了商业之外 还可以做一些公益合作 我花莲子弟 那我当然一不容辞 就说这个机会 能不能给花莲一个机会 那我就跟工研院的长官 谢博士走访花莲 然后刚好就是我的学长 魏嘉贤魏议员推荐 毕士大单位 这个单位教育院 非常适合用这个技术 所以我们才跟毕士大教育院 有这个合作计划 那这个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模式 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技术 最后可以应用给 寄转给厂商 那厂商就会有很多的 相互的连结跟产品 那这个就可以扩大 这个技术的应用 可以造就去造福更多的 所谓的适当的地方跟人 那这个技术其实目前 除了技术一转以外 也有很多的地方机构在洽谈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 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可以在工研院的 工艺委员会的平台 可以让他慢慢的 就地可以落地可以实现 那刚好毕士大 也能够符合到工研院 要做公益这个精神跟目的 那有做这样的一个结合 那我们真的希望 未来有更多的企业 都能够看到花莲 有需要帮助的团体 让这些团体 未来能够没有后顾之路 继续为这些孩子们 努力跟付出 工研院积极破坏 2030技术策略与蓝图 希望以科技建构 健康乐活的应用领域 未来更能延伸应用在提款机 门把 大众运输工具等 各类民众易接触的公共设施 透过中断病毒传播途径 来防止感染 持续以科技力提升环境卫生 守护国人健康 记者徐立琴 华联士报导